哈囉大家好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OK來玩我們的重裝戰機 今天是7月11日禮拜六 OK那這些臨時維護功告都是昨天的 那我剛剛有做了一下任務啦 來看一下EVA的連動吧 排名是50到100 因為我沒什麼練啦 簡單說我就是沒有花那個 沒有花金石買這個門票吧 我就正常打 然後就掉了大概 30-40名吧 因為我昨天是40幾名嘛 那我今天是 80幾名 現在可能又掉下去了吧 看一下 我掉到94名 我現在也還沒打 就是說在我不花金石的情況下的話 名次穩定 穩定掉了30-40名 也就是說大家還是有在花金石在 刷就對了 那如果你不花金石買門票的話 就會輸 就會慢慢的名次往後掉 就看你在不在意啦 那我剛剛已經把獎勵領了嘛 我的今天的獎勵是 40張 50名到100名是40張 我先把Line關一關 OK 有人問我問題 沒關係 那來抽一下吧 應該也是這個啦 主要是要抽這個 還有這個 這幾個大獎 小獎的話就是一些記憶嘛 高級 中級 還有一些 低級的 說低級好奇怪 好像在罵人 搞不好用初階 中階 高階 會比較好一點 把它抽一抽吧 這樣的話就變得要多花兩天嘛 如果你是一天至少50張的話 兩天就解一個 解一個階段獎勢 你們想一下喔 總共有 假設10個獎勢 階段獎勢 都是100的話 那正常來說 如果你都是 50名左右 50名以前不是可以拿50張嗎 那也就是說20天可以解完 對吧 兩天 兩天解掉一個獅子嘛 那有10個獅子就是 20天可以解完嘛 所以說 大部分的人應該都解不完 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是一天只拿10張20張 就解不完 40張的話 我想一下40張的話 25天 勉勉強強 40張 結果每天拿40張 至少 應該有機會解完 假設都是100張 一個獅子的話 因為我沒有去看路板資訊啦 我沒有去 看一些大佬已經解到哪邊去 就沒有 我推測是這樣 假設先推測是這樣 這個ID卡 那今天沒有要玩這個啦 今天因為這個都已經玩得差不多了 我們修復區域的話 又要快結束了 所以說 明天 應該說今天啦 今天 12點的時候 凌晨 接近 半夜12點的時候 晚上12點的時候 你們要注意一下 不要物資 捐太多 因為他會重置 變成在西地區 西的這個區域 7月12號 0點的時候會開 所以提醒大家 不要投太多 譬如說你是目標是放在 51到100好了 那就把自己維持在 80到90就好了 對吧 你就不要 51 跟99拿東西還是一樣 那 大家應該懂於是啦 所以說 你們看喔 比如說51到100 那我寧願是在 890後段班 一樣是拿這些獎勵 我不用丟太多資源 假設啦 所以你們要考慮一下 既然都已經衝到51 那你就想辦法衝上去 衝到這個40級 就自己考量一下這個 這個段這個區間啦 因為明天就 應該說 12點就結束了嘛 又要下次又重新排名了 提醒大家一下 OK那上一期有玩了一下那個 那一把利的武器嘛 利的那個 軍火庫 什麼的 來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沒有白博士那一把 中距離武器的人 可以 拿這一隻啦 利的個人副本 有這一把槍嘛 軍火狂 衝鋒槍 那就要來刷 然後我昨天有 嘗試刷五場 就把他刷到英雄難度 然後他這個 這個我今天要來 分享的心得是說我大概刷的第1場第2場第3場 我就大概知道怎麼去拉那個路線圖 我們來示範一下路線圖 比如說我打easy的給大家看 好我們先取消 OK 首先這邊有 有 這個控制這兩個門嘛 然後這個基地是控制這兩個門 那 這種基地變成說你要有角色在裡面他才會開門 那 勝敗條件都一樣 不管是什麼難度簡單困難或是英雄 地獄什麼難度都一樣 不是難度一樣那個勝利條件都一樣 擊敗所有敵人 那你這些帳面上這邊清掉之後 這邊會出現一個boss然後這邊會出現 這邊會有一個小怪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boss然後這邊也會有一個小怪 所以你就是我就先拉給大家看 我的拉法是這樣 我想一下我有點忘記了 我昨天怎麼拉的 我用泰西亞當主力嘛 所以我泰西亞要打這兩隻 還有這三隻 這三隻到最後會出現 然後你必須先把劇情給關閉 不要看劇情 然後我這隻要打這一隻 這三隻 所以我要這樣 等一下 呃我應該要 我想一下喔 不然我先看一下我昨天怎麼拉的好了 我想要回憶一下 喔是這樣子啊好我大概知道 我就拉一次給大家看然後大家如果想要刷這把武器的人就來刷 每天刷那個Hero的難度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就算你刷不到的話你可以用幾分就把它換出來 那你就多吃幾次大概就知道怎麼拉那我就拉給大家看 我大概是這樣拉啦 首先先幹掉這隻怪然後開門 呃其實開門是這樣啊 你在這邊的話 我這邊要先拉過來 因為我要有一點時間讓這隻泰西亞走到這裡 你看我這樣子這樣過來 開門了嘛泰西亞才可以過去 喔泰西亞過去之後 你還要再等一下因為他還會再走到他還會再走這個門 呃不然不然我就直接操作好了我就直接操作 然後再拉過來 然後再開門 然後打這兩隻怪 然後再回來開門 總共要開三次門 然後泰西亞就直接過來 這隻會下來 這隻會下來所以會打到他然後過來 然後我離開 對離開然後我再開門 因為我要開門讓 我的第2隊回來 Team第2隊 T2隊回來 然後這邊打這邊這邊有一個小怪 然後這邊有boss 然後再打這邊有一隻怪 OK 大概是這樣我們實際操作一次看有沒有錯誤因為我有點忘記了昨天往往就 好 那因為這是easy的啦應該會打比較快 easy跟那個難度困難的都一樣 我看一下這邊 大招都放吧 我就隨便用一些 新角色吧 我大部分都會讓一些新角色給上場 因為我覺得他們實際都差不多啦 沒有什麼特別強 差不多 在活動之間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待會把速度調慢一點 泰西亞卡住了嘛過來開門 就過去了 好過去了 這邊再過來開門 因為卡住了嘛 再過來開門 好過去 好這兩隻被泰西亞打敗 你就大概抓住 開門的那個順序 然後自己去拉一下時間 因為他必須在那個基地裡面 你也可以不用離開你就在基地繞圈圈也可以 但是一直帶到圈圈會有很多圈圈 在裡面我就覺得比較麻煩 就直接拉走再拉回來就好 就延長那個時間 那大家學會之後把Hero的那個 關卡給拉好之後就可以掛 就不用自己一直回來用 不用手動啊 就直接拉路線就好 這都是遊戲設計的 所以我們是合法的拉 拉路線喔 沒有什麼外掛問題 好就每天刷個五場這樣子 就可以刷到這把武器啦 那如果你不想用刷的就用換的拉 也行啊 像我要用積分去換 用那個挑戰壁吧 那個什麼壁啊 我們在挑戰壁是不是 也可以把他換出來 好過來 然後開了嘛 開了我等一下不是又拉又拉 因為他會 他還好再回來開門 那如果你想要賺積分的人 建議你啊 如果你不想要用刷的人 你想要用積分去換 用那個挑戰壁去換的話 我建議你刷每一個關卡的英雄 個人副本的英雄難度 因為 刷個人英雄難度的話 好像會多給一些 挑戰壁吧 只有十個是不是啊 而且因為這個 這個 個人副本好久沒刷了 就三四個月前而已 結果遊戲剛開來的時候有研究 然後有 寫一些 心得分享 可能是多十個挑戰壁 那我不是開門了嗎 我不知道 泰西亞拉的夠不夠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回來 真的我要趕快回來 要再過那個門 泰西亞要再開門 那給他打一下 反正是簡單的 敵人大部分都秒殺啦 你要省時間的話 我建議 大招不用放 大招不用放很省時間 因為放上次有時候要點忙花時間而已 毛妹可以放 因為毛妹放會加一 反正都放了沒差 這個就有點浪費時間 因為那個 弗萊維亞的那個 打過來的範圍真的很窄 窄窄的一條 就沒那麼好用 弗萊維亞的缺點就是大招 範圍太小了 打完了嗎我們要回來 然後泰西亞再回來開門 然後就這邊 大家開門 然後就待在這 我們就過來把這三隻幹掉 就KO完成 好 這樣大家應該會如何拉這個路線圖啦 就可以好好的刷這一把 衝鋒槍是不是 軍火狂衝鋒槍嘛 不知道有沒有說錯啊 就這把利的武器 衝鋒槍 有人是說利的雙槍啦 因為他是兩把槍 兩把手槍的圖示 那這罐的BOSS 好像是那個 α16 α16很可愛 小小的一隻 小小一隻 好 我待會就撤退啦不要真的打完 只有α16 特戰部隊 α16 那路線圖沒有問題 你們再多看幾次前面我剛剛拉路線圖的部分 然後再把它學起來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 用自己的方法啦 因為我以前 我們以前玩遊戲玩久都會拉啦 所以說如果是老玩家的話 基本上應該自己都會拉 如果你是新路坑王家然後主線任務 破到這邊的 那你可能 還不太知道一些路線圖該怎麼拉 有可能 那 那這篇 這個影片就蠻適合你的 可以參考看看 那就對你應該會有一些幫助啦 因為那些英雄副本有的都是要拉 像那個之前刷那個什麼的 我幾乎每一關都有自己拉 好啦我就不要打完拉車隊 因為打這個幾乎沒什麼獎勵 大家再來學一下吧 大概這樣啦 給大家參考 我不知道會不會很亂 上來看一下 泰西亞是衝過來打這隻過來然後上來然後拉回來再回來 然後這一隻第二隊就這樣子 是 喔我是先 對啊打完就先拉走過來 然後再拉走 然後再回來開門 然後打這兩隻 然後再回來開門 OK 因為怎麼說 因為我記得我每一個 當時啊都有做過路線圖 但我不知道我現在這個版本有沒有 比如說 呃... 維歐雷特還是弗蘭伊莉莎吧 看一下喔維歐雷特的嗎維歐雷特好像比較難是不是 看一下 這個這個還好維歐雷特還好 他是誰比較難 看一下 伊莉莎白的是不是 伊莉莎白應該也是兩隊 沒錯伊莉莎白也是類似 類似 他還是有 一定的拉法 呃...基本上要刷的人都要學 都要知道如何拉然後你就可以掛自動然後全部一次一口氣打完 這個我就不教了啦 這個我這次這個影片就不教因為我想應該 舊的東西應該沒有在沒有必要再加一切我應該要做過 我的影片以前都有做過 像這個愛打也有吧 我們刷這個的話可以多獲得手通5個馬 好像可以 喔我想起來好像 他這個手通 多5個這個挑戰幣就算然後會避得一個SR的一個 一體肌的部件 英雄難度好像是這樣 我記得是這樣 好像 像這個愛打應該也有特殊的拉拔吧 也是一口氣打完因為他也是要開門拉 這個我應該也有設定設計過 自己自己設計過多打幾次然後做一些設計 就可以 自動 完成 自動過關 OK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就提醒大家明天應該說今天 7月11號 7月12號凌晨的時候會開新的區域修復 大家那個 大家那個物資不要不要丟太兇啊 稍微看一下 你不要衝到那個沒意義的排名 因為那個區間獎勵是一樣的嘛 比如說51到100是一樣的嘛 那你99跟51的人都一樣你沒必要衝到51啊 你就維持在後面一點然後省一點物資 然後C 開放C的那個區域的時候再來用 我是這樣認為我打算這樣子啊 然後 分享了一下這個 這個路線圖 讓大家來 來這個刷這個軍火狂衝鋒槍 那如果你懶得刷的話就 刷挑戰幣來兌換也行 那記得一樣要換那個SR60登的 自己要換一下這個60技的 OK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啦 希望對大家有一些幫助啦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重裝戰機再見囉 大家拜拜